接下来看一看 这些类似的问题前面都问过了 来第一个问题 等速度运动 算不算等加速度运动 等速度就表示加速度为0 现在是0 等一下是0 一直都是0 这样子算不算等加速度运动 暗示 我前面问过一个静止算不算等速度 那我们当初怎么说的 OK来 你觉得是怎样呢 这叫做可爱小女生 这怎么是 又有人把我的东西乱放 一直想 Number 4 4号 4号 来 还在慢慢喝饮料 算 为什么算 不算 为什么不算 算加速度为0 很好 请坐下 有人欺骗你 你也相信他 前面说静止算不算等速度 不算 因为他特例 静止是速度为0 没有方向性 要等速度 必须要大小 一样方向也要 一样 同理 等速度就要加速度为0 特例 加速为0 没有方向性 没有 等加速度必须要大小 一样方向也要 一样 所以特例 所以他不算是等加速度 就这样好了 挑剔的说它不叫做等加速度 可是在计算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当做它就是等加速度 然后加速度是0 答案是一样的 OK的 没有问题 OK吗 挑剔的说它不叫做等加速度 可是在实际运算的时候 你就刚做它等加速度 只是加速度是0而已 然后往运算 答案就出来了 好 刚才讲过的图形有什么不同 图形有什么不同 类似题 前面在张ST图的时候就讲过了 对不对 这是观念题 来 甲跟义有什么不同 甲跟义有什么不同 来 我们要找帅哥吧 找帅哥叫做30 30号大帅哥 甲跟义有什么不同 初速不同 请坐 假的初速是0 义的初速不是0 不是0 所以甲义叫做初速不同 那请问你 甲饼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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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可爱小女生吗 可爱小女生叫做 怎么都叫做你们这些可爱的人啊 2号 2号 开始的时间不一样 出发时间不同 甲是从计时开始就出发 秉是计时开始一段时间之后才出发 所以他们的出发时间不一样 OK 那甲钉呢 甲钉其实可以讲的比较多 甲钉可以看出来的事情 OK 我们先暗示你 甲跟钉的我画的是加速度的大小是一样 我画的是加速度的大小是一样 那这两个有何不同 要讲起来可以多讲几个不同 或者是把它融合在一起讲 OK 来 可爱大帅哥 帅哥叫做 怎么正好30万换3131 31号 来 大帅哥 超级帅 快点 谁的方向 我听到你说方向不同 我问的是谁的方向不同 甲钉的什么东西方向不同 运动方向不同 请说 你没有讲错 可是我在这里的重点 我要讲哪 我要再次讲的重点是加速度吗 你有几个不同的讲法 来 第一个这个图上显示的 甲 加速度 加速度跟速度跟速度跟速度同方向都是朝负方向 因为都是同方向 所以两个都是速度的值越来越大 可是一个是往正方向越来越大 一个是往负方向越来越大 那因为一个因为一个往正方向走 那因为一个往正方向走 所以位移的方向也不一样 位移的方向也不一样 OK啊 所以你刚才怎么回答我都对嘛 你回答我说速度方向不一样 对 你回答我加速方向不一样 对 你回答我位移方向不一样 也对 也对 你怎么讲都对 但是但是就是个意义 你要懂它的意义 它都显示的状况 甲跟丁都是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所以速度的值都是越来越大 但是一个都是朝正方向 一个都是朝负方向 负方向 OK 这是它的不同 叫观念 想法 看符形就会晓得的事情 可以吗 可以 很好